生活的智慧之光 中年女性的独特处理方式解读 在人生的旅途中 中年女性以她们独特的方式处理各种生活事物 展现出成熟而睿智的态度 这一阶段的女性往往经历了职场的起伏 家庭的繁忙 以及个人成长的态度 这使她们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沉稳和坚韧 首先 中年女性注重生活的平衡 她们明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懂得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 以确保两者之间的和谐 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事物上 更表现为对情感 责任和自我发展的精妙平衡 这种综合考量的能力使她们在处理复杂情境时游刃有余 其次 中年女性用她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对待问题更加冷静和理性 在职场上 她们可能已经历过各种挑战 学会了如何应对压力和变化 这种冷静思考的能力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工作场景和家庭纷扰 此外 中年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 她们懂得照顾自己 通过锻炼 健康饮食以及精神调养来保持身心的平衡 这种关注自己健康的态度不仅使她们更有活力 同时也为家庭和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综合而言 中年女性以平衡 理性和健康为引领 展现出一种深沉而睿智的处理方式 她们的经历赋予她们独特的人生智慧 使她们成为家庭和职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 她们不仅是过去的沉淀 更是未来的引领者 以她们独特的方式为生活的舞台 添上一抹成熟的色彩 智慧之光 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 有一位名叫爱丽丝的中年女性 她以深沉的目光和睿智的笑容 为镇上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温暖 爱丽丝是一名资深的心理医生 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一天 小镇上的人们开始经历一系列看似无法解释的情感波动 人们的快乐被莫名的烦躁所替代 和谐的邻里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莫测 镇上的居民纷纷找到爱丽丝 希望她能解开这个神秘的谜团 爱丽丝深知 解决问题的关键并非总是显而易见 她开始倾听人们的心声 仔细观察小镇的变化 通过与每个人建立深刻的连接 她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大家都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挑战 而这些挑战正是情感波动的根源 于是 爱丽丝决定举办一场特别的社区聚会 她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医生 健康专家和邻里之间的沟通专家 共同分享处理生活压力的方法 这个活动成为了小镇上一次集体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聚会中 爱丽丝分享了她多年来在职场和家庭中积累的经验 她强调了平衡 理性和健康的重要性 并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时寻求支持 这场聚会成为了一个情感释放和共鸣的时刻 人们逐渐理解到她们并不孤单 而是共同经历着生活的曲折 渐渐的 小镇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 邻里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 爱丽丝的智慧之光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 让大家在困境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小镇成为一个更加紧密 理解和关爱的社区 而爱丽丝则因她的睿智处理方式 而成为大家心中的智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生活的旅途中 中年女性的睿智不仅仅是个人的财富 更是可以照亮整个社区 影响周围人的宝贵财富 通过理解和分享 人们能够一同走过人生的波折 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愿你每天的微笑 都应关注我而更灿烂 愿你的人生之路 应懂得处事待人之道而更坦荡 感谢您的关注 与您同行 直至永远 请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去那 transmit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